好,接著下一套 這套呢,小數是金貴機人翻 而且它是... 它算不算機人翻呢? 其實不是機人翻的 那麼大個機械人都不是機人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真的拿了這套來看 這套是死亡黑標 那套是講幾年前有套動畫 但是在《世界觀》下面的 MUV MUV 我知道你說的 劇情我忘記了就記得 主角叫王維伊 之前好像也有動畫化過 它是遊戲來的 這個系列很久了 世界前跟我們不同的 它會被國外星生物類似的BETA 而人類就會用戰術機 類似我們現在的MS去對付它們 而這個故事... 就不是在日本講的,就是在德國那邊 德國自然 就是講666的戰術機甲隊 就是同一個故事 或者說一些背景 其實它近年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 本身它早期的作品 就算你不玩遊戲 或者你沒有什麼認識 你都會看到Figure 有一堆比較明顯的 就是 咦,為什麼那些女生是穿緊身衣呢 截斗服 通常是戰鬥服 現在近年出的編項 就多一般的 就不會出十八禁 然後它講的故事 就會由不同的地方講 即是它講過日本的 又有講過德國的 上次講日本 就是講不同的地方 今年還是近期 都好像有新的出過 它就會將不同的國家講過 又會混合 然後它現在就有動畫化 算是再次 其實我覺得 應該都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說 不是,就是我的感覺 你當是在世界下 不同的地方和戰線的故事 其實大眼就不清楚了 純粹以動畫來說 這次的故事 動畫的重點 都是那些女國死成怎樣 很快死的 其實不是女國 其實動畫講 反而講 有些少少東西德的歷史 在圍牆接未到之前 是分成東德和西德 東德和西德的人 都是幾大分別的 就是思想上 東德主要集中會是極權制 中德和蘇聯那些 你要怎樣去跟朋友相處 就是你要懷疑他們 經常都要懷疑他們 懷疑你自己最親近的人 有什麼不對勁的情況 你會報給政府聽 政府控制你市場 人物互相監視 西德那方面 動畫暫時好像沒有什麼提到 但是動畫一句說到 東西德的時候 都會有些機器 對抗外星來的生物 Beta 但是有一位 由西德來的少女 Cardia Cardia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什麼原因 她想去投靠東德 因為有什麼原因 她實際是因為 目擊倒了 被東德那邊救回來 但是救了 不代表你要背叛西德 去投靠東德 她說她要找人 對 要找人都不用投靠 我覺得這個設定上 可能後面有瀑布 她是內奸 可能會有瀑布 她是內奸 可能會有瀑布 考慮或者利益的分配 所以其實如果她只不過 因為她上次是日本 所以她有一些地方 好像是用一些 我不記得是北海島 還是近俄羅斯 邊境庫頁島那類 是戰線的一場 而她這次用東西德 其實做的效果也是相似的 都是做兩大勢力的對抗 東西德主要是多說一些 雪地的戰鬥 不過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她故事暫時看不到機械 因為可能集中說東德的陸陸 現在暫時集中說東德 因為上一代 其實美國和日本的機器 設計上是很不同的 差很遠的 但今次看到東德的機器 我們就分清了 可能後面會有些其他特別的機器 還有主要是說 她的人物關係 其實都說得很複雜 這套東西最厲害就是 最大跌人物是Beta 是人類 人類是怎樣省人類 甚至乎是你自己隊裡的隊友 要小心自己隊裡的隊友 這套東西派一個便當沒有 第一集已經便當了 正常啦 大概派了多少個便當 一個而已 有一個女生死了 最重要是死了一個女生 第四集整個要塞的人死了 這套東西絕對可以死大量的女生 沒問題的 上季也沒有樣子看的 上季也沒有樣子看的 有啦 媽邊的 死的那個 只有樣子 金髮媽邊的 上季動畫都是死人的 因為他講到第一集死的那個 被Beta打中了 但是那個人暫時還沒有死 一定是這樣的 你不用怕 經過這個隊長的判斷之後 他說他已經沒有救了 所以就被他安樂死了 他一定要遭整個機器都是血 射臉都是血 斷的東西 那類的東西是 上一季是有這些 還是這套作品的風格是這樣的 因為我沒有看上一套 他會做這些東西出來 因為如果你不死 你垃圾在機場 這些Beta會衝人來吃你 你會死得這麼慘 所以我來一槍罵死你 他就不是的 他就已經是脫離了危險 純粹就是隊長判斷他沒有救 所以就槍殺了他 叫他過棚去看高達 離開這個世界 你下台吧 你轉身去高達的世界 那一次任務 就是跟隊長去救一位少女 那個少女救了回來 就是西德尼的少女 救了回來之後 很奇怪 就是西德尼的少女 突然想提出歸信 這個東德的要求 剛才也說過 就是好像想找一個人 但這件事帶出來 就很奇怪 就是你首先 我不太覺得那個西德尼的少女 對東德有什麼響望 你又好像不太懂東德的時候 你又因什麼會提出這個要求 我覺得又 除了 你覺得男子 挺英俊之外 這件事是否歸信的條件 我又不太覺得 這可能是後面解釋 可能是包裝比較好 是的 如果他不是有66小隊 他一定被人的斬頭 甚至乎 我覺得這套東西 最終 就是我 與其說 看他跟外星生物 Beta去戰鬥 我更想知道 就是說 他究竟東德那些 究竟他內部的關係 究竟怎樣 最主要看這件事 這套會到這裏 我們去下一套 好 好 好